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还有一间叫Fury等等这一类的集团 讲到明时装还挺fast fashion 没错 但是其实他们fast fashion都希望做到一些ESG的东西 所以你都会见到他们都有一个ESG的planning 一个sustainability的planning 但是这样 我们未开始之前 我们每一次去量度题目的时候 不如看看一间公司的ESG报告做得好还是不好 最近我找一下原来我发现有些人不是叫ESG报告的 他的名字可以有很多 譬如像信蕭那样 他那份就不是写着 我们这一份叫ESG报告 我们这一份就叫永组报告 是的 其实大家 因为你ESG的名字可能近这几年特别显示 但是其实之前很持组报告这个名字 即sustainability 都是一个等于ESG报告的名字 所以你会上网搜索这间公司的时候 为什么找不到那份ESG报告 有时候尝试转一下 sustainability report 其实都有机会找到 当然信蕭他都有自己的一份报告 他就不是写ESG报告的 他就真的是sustainability report 永组报告 他就定立了一个去到2030年的一些目标 这个就简单给他看 他就怎样希望做到整个 虽然他就说fast fashion 但是希望他有个目标就叫live wear 就是将你的衣服製出来 你平时可以穿 穿完之后你可以去折叉 然后去recycle recycle之前 他还可以帮你 譬如你穿了个孔孔 他可以帮你修补 修补得来 他很有趣 他不是只要连着就算 可能是帮你 他现在有些pop up 车花 对 车花的花 车花的logo 让他更漂亮 令他重新再穿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你会看到他有几部曲 就是由弄出来 然后去回收 然后再重新再做一件衣服再买 这个就是live wear 的circle 这个就是他们现在 定立的一件事 他也有一个报告里面 有说到 他现在2022年产品的回收材料 还有就是那些 排放量的材料比例 只是上升了5% 只是那个上升的情况 不是特别高了出来 希望去到2030年 可以实现到这个五成的目标 另外他接下来 他现在伸出那些 即雖然fast fashion 也得来 他伸出那些衣服 都开始做一些 用物料 用物料去做好些 譬如他说 由今年的秋冬开始 他有一种 就叫无神神的 一些羊毛拉链 jacket 现在就有100%的 再生聚脂去造成的 而这个再生聚脂 是由些什么来的呢 就是原来我们 回收的一些PET的 就是夹准而制成的 又就造成这个羊毛拉链的衣服 还有呢 其实你会看到 就是刚刚也说到 他呢 原来在这个 2019年 不是 今年的9月开始 其实就有一个新服务 就叫RE Studio RE Studio 就是说我们 刚才说的 如何将衣服去reuse remake 这个就叫reunicle 他就说 希望做到四个R 就是有reduce replace reuse 和recycle 那他现在呢 暂时不是说 所有unicle都有的 暂时是不同地方 有一个pop up store 我觉得有时挺有趣的 就是有一类 这类 例如Sara H&M 那些都是 讲求fast fashion 是 但是 另一方面 他们就要reuse 是 就是这一样东西 其实是 好像是contradiction 但是其实原来 都做得到的 而且这个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的公司方针 本身真的是fast fashion 那他就怎样去做一些方法 去令到整个业务转型好些 就是 譬如我们之前有一集 可能说过 如何由啡色能源 转到绿色能源 那现在我们就说 一些fast fashion 怎样令到他旗下的品牌的衣服 可以是fast fashion 但是可以做到一个可持续性 和环保一些 就是用一些reuse replace 或者recycle 这些方法去做 那你会看到 其实他也有一些定立目标 例如他说 去到明年的春季 希望他们的一些 仿沙創合作伙伴和规则 一定是要追索到 他们的整个生产线 整个来源 和整个生产线 和整个生产的供应链里面 他们的碳排放 都会是一个要追索到的 其实他当中也有某些的产品 你都可以很形象化给大家看到 例如是一些 他们卖的运动服装 那些就用这个叫polylester 但是现在他用了那种的物料 就可以减少了三分之一的碳排放 另外如果你用牛仔褲 用来做牛仔褲的话 其实是需要用到水 他改良了生产线之后 所以有一种叫做省水牛仔褲 就是一杯水 你已经可以做到一条牛仔褲 所以就降低了99%的用水量 另外还有一些塑膠包装 他们现在都是一路一路去reduce 就是一路减少去用 另外譬如好像现在 我们上一集不是说过全球暖化的 但是他们现在出的羽绒 其实都是挺长笑的 但是现在就开始有一个所谓叫做 不过这个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 譬如台湾就正在做 现在就有一个叫做回收羽绒的计划 他们就希望和一些合作伙伴 再开发一些机器 希望你回收那些羽绒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分解那些物料 和那些羽绒去分开 然后利用那些羽绒去再做 所以就做到所谓的reuse 我觉得另一样好一点的就是 除了再做之外 应该也可以把羽绒捐给有需要的人 我想他们其中一个会做的方针 不如给大家看看 究竟reuse store是如何 reunicle store 现在最新近日 之前他们在伦敦有开过的 他们定期不同地方开 现在就应该是在东京那边开的 应该会去到明年的三月 就暂时都有试行这个store remake and repair 是的 基本上是很好的 他有个menu给你了 当然因为他有东京说 他是入文 他就说如果你穿了拼 其实你可能给500日圆 就可以连了他 如果出包线 又可以给多少钱 而且他这次也是跟一个设计师合作 如果你上去网站看 他会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穿了拼 有机会设计师 帮你帮你帮你 帮你帮你的楼 然后收个花 我觉得这个是挺有趣的 除了真的 repair 之外 其实他令到衣服 好像变成了一件新的衣服 但我觉得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你的衣服 本身不太容易霉 但unicle来说 我觉得质料都算OK 我也算了 我也挺喜欢买unicle 简约也不错 而且你现在看到 那些衣服的质料 开始倾向说 例如那件毛绳绳的 毛衣服 是用一些100%的再生醉脂去做的 其实我觉得 这个也是挺有趣的 就是你穿衣服 用一些再生物料去做 而又可以做到一个fashion效果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挺buy的行动 好 那我们稍后回来 继续讲一下这份报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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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